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位儒匠虽然脾气很好 但却也有过爆出口的时候 这件事情发生在山本特工队突然袭击了赵家豫以后 当楚云飞得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后 当场就十分的震怒 而这一次他也改变了之前那富儒雅的样貌 而是直接骂道 给我打这一群毫无人性的畜生 我要看看这些日本猪到底知不知得疼 在大家的印象中 楚云飞一直都是非常文雅的 突然听他说出骂人的话来 实在是有些不太习惯 不过这些话虽然比较难听 但是却也表达了他的那份爱国之心 那么有人要说 在听说了赵家豫事件以后 楚云飞为什么会如此的破口大骂呢 首先 好朋友李云龙差一点就被干掉了 虽然楚云飞一直都看不上八路军 但是对于李云龙这个人 他还是非常认可的 虽然二人在平时有一些小打小闹 但是在民族大义之间 楚云飞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说风凉话 而是表现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气节 假如我们犯下政治成见不谈 那么楚云飞一定会和李云龙败巴子 虽然两人的性格有着较大的差异 而且学历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但是在战斗指挥上来看 两人都有着非常高的天赋 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在李云龙被袭击之后 楚云飞被合破 口大骂 其实是他觉得羞愧了 其此 鬼子在袭击李云龙的同时 还杀害了几百位没有还手能力的老百姓 楚云飞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爱国的热血军人 亲眼看见自己的同胞被鬼子所残害 心中一定是非常痛恨的 而且赵家宇这数百名乡亲都是在毫无还手余地的情况下 被鬼子用极其残忍的方式而杀害的 所以 换作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在听到这个消息 以后一定都会愤怒的 除了刚刚说的两个因素之外 其实还有根深层次的因素 那就是楚云飞深感愧疚 那么 楚云飞为什么会感到心里有愧呢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从距离我们可以知道 就在楚云飞知道赵家宇出事以后 不仅是痛骂了日军 还用炮火轰炸了西级据点的卡车 那么 楚云飞是如何知道西级据点的汽车 就是山本所承用的呢 很明显 楚云飞早就就知道 西级据点来了一伙鬼子 但是让他不理解是 这伙鬼子为何会聚集在西级据点 正是因为没能了解这伙鬼子想干什么 所以 楚云飞才没有将鬼子来了的消息 传到赵家宇 也正是因为这样糊涂 最后 赵李云龙栽了一个大跟头 还让赵家宇几百倍相亲受到了牵连 假如楚云飞当时给独立团收个消息 那么之后的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 楚云飞之所以会日死的骂人 也是符合常理的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